去年竹竹并行的正天嘎响 也是为他一人量身定做 要修法 那现在他要到桃园来 他当时说要为大新竹的合并而努力 不会选择其他的战场 言犹在尔找桃园的市长候选人 真的只有林志坚市长可以吗 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 就可以轻轻带过 自己否定自己说过的话吗 职人党的高层 决定用征召的方式 找林志坚市长来参选 桃园市长 我想这个连他们党内 有几位想要参选的 这个参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连个初选民调都没有做 怎么让人家幸福 我想执政党要面对的是 找桃园的市长候选人 真的只有林志坚市长可以吗 在过程当中 大家还记得 在去年竹竹并行的正天嘎响 也是为他一人量身定做 要修法 那现在他要到桃园来 他当时说要为大新竹的合并而努力 不会选择其他的战场 严犹在尔 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 就可以轻轻带过 自己否定自己说过的话吗 执政党要找的桃园市长候选人 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这样的一个为一己之私 而选择的林志坚市长吗 我想市民都在看 大家期待桃园市未来的发展 还是要能够有专业诚信 而且愿意弯下腰 倾听民意的候选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大家看在眼里 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执政党要的一个桃园市长候选人 只是帮他量身定造 给他一个新的位置 这不是世民之福 更不是指南应有的作为 执政党要的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